咱们的上午9点到10点 我接到了两个各位特别重要的电话 对我进行的真的是叫蓝金黄 到现在为止 我从那天起跟我家人亲自没联络 他们恨我的就是 因为家人就在旁边 就等我一句话 领导说了 我为咱们是好朋友 这个国家在关键时候 从大局出发 以国家利益出发 在我个人利益 你和我夫人的这种老乡和感情 你把事停下来 我不代表国家了 我也不代表 就是咱们兄弟之请 王岐山的事 孟建柱的事 傅盛华孙弟都会给你个交代 我们家人在旁边 那你想多紧张 我说不可能 我的理想要改变这个体制 我的理想就是让中国人 要彻底改变 那咱们今天就最后一次通电话打 啪电话就挖了 你说我家人有多恨我 但是他还是很恨 还是对象 还是把我俩哥哥放了 其他人就没放 包括当时的我侄女 还有我们的高管 杨克森啊 李涛啊 杨英啊 他都没放